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把鱼头给切下来 一会儿咱们煮的时候 然后再分开煮 鱼肉容易熟 鱼头的话得多煮一会儿 鱼片的话稍微把它沿着尾部打成厚薄大小均匀的薄片就可以了 就跟吃三文鱼差不多 对 大概切多薄多厚的这样的鱼肉 一般长的话就是十来公分 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成形 厚的话也就是三毫米 三毫米 鱼师傅 这样 那这不还剩一半鱼吗 我能尝试一下 可以啊 好 没什么危险的 一般情况下还是没有 得看你的水平了 好嘞 先从这儿这个位置下高 手这样子抬起来 可以了 贴着这个鱼抬骨头 很下去 你看这有没有不对的 这个当然不对了 你再下来一会儿这个鱼碎了 都没不成形了 这样子然后贴着一定刀 这个讲究很讲究这个刀工技巧 一定就是说贴着鱼骨头 然后踢干净也下去 很顺畅的就下去了 师傅 我发现我掌握这种技巧比较难 我相信很多电视频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很像 有这个年轻的80后的小夫妻 可能他们在做鱼的时候 感觉这个步骤鱼也很难 那有没有更简洁的 有 直接切块也行 但是它的这个 你早说有切块 用来切块 因为简单的教我们点简单的 切成这个方块的 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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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合适就行 行了 行了 不错 咱们就下一步 然后先把这条鱼给抹一下位 好 先入味一些 喂鱼 对 那咱们先马胃 好 来一点盐 撒搁一点 不然一会儿太咸了 对 再搁一点 煎粉 煎粉 鱼蛋 来一点料酒 料酒 料酒多少 少喝一点 不然的话它那个酒味太多 好 这个料酒的话它是 其他一个就是去腥的那种 吃起来的味道更适合一些 完了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烹饪 对 开始烹饪 咱们开火 先这个 放了油 放了油 大概 50克 对 50克的样子 好 另外 再加入一下 加入一点 咱们红油 红油的比例明显多 对 红油加多一些 这样子 才够味 油热了以后 咱们就开始去炒料 放你那个秘密武器 对 这可以动一点 一大碗 辣椒 泡辣椒 炒香以后 加入咱们这个 皮线的豆瓣酱 皮线的豆瓣酱 还放别的东西 炒香以后咱们再加一点 辣椒面 辣椒面 这是 搁一点大菜 对 那我用买的那个小大菜可以吗 也可以 现在咱们先再把鱼头 鱼头放进去 放进去 煎炒一下 咱们再加入一些高汤 然后咱们就开始调味 胡椒 胡椒 对 花椒面 对 这个第一步调味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的 那咱们就耐心的等 对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大概煮到八成熟的样子就可以了 八成熟 多长时间大概八成熟 八成熟 你看一会就知道了 现在几分钟了 现在 你别这么着急吧 好 一个关键 闻到这么香的味道 可能观众朋友您不知道 我是在旁边等你了 这个 咱们耐心等等 可以加入 鱼肉 这是腌好的鱼 喂好鱼 现在稍等 就等个 一分钟就可以了 等一分钟就行了 对 好 这个火候很关键的 就决定了它这个出锅以后 咱们鱼肉的口感 嫩滑的口感 就取决于你的这个 烹饪的时间的掌握 这个很关键 对 好 别着急 咱们还忘了一个步骤 知道什么步骤吗 是不是应该再放点什么调料 对 咱们还没有调味 味精 好 那咱们就把味精放到里面 好嘞 咱们这就出锅了 出锅了 这道三只而冷锅鱼 那到这里就可以品尝了 那我就带给观众朋友您来尝一尝 这得怎么样 鹿好鱼 好鱼 不开玩笑 真的太好吃了 是吗 但是当然了 我这给您的鱼票还不算 因为今天咱们现场还专门请来 咱们美食见证团 给他们品尝过您的这道三只而冷锅鱼之后 给出品价才算多 好吧 那接下来把我们的美食见证团给了 这道鱼吃起来麻辣鲜香非常好吃 虽然是冷锅鱼 但是吃起来热腾腾的 真好吃 我们家还得特爱吃鱼 以后他每星期间回来我都给他做一做 制作这道麻辣鲜香的冷锅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鲜鱼 豆瓣酱 泡椒 辣椒粉 青花椒 花椒粉 胡椒粉 红油和高汤等 首先鱼块用盐生粉 鸡蛋 料酒腌制 用红油炒香豆瓣酱 然后加入辣椒粉 鱼头 让鱼头煮至八成熟加入鱼肉 最后调味即可